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好家好网台 我是Eric 今天我们看这间屋是属于多伦多C4区 在Lawrence Park South Community 这间屋其实都很旧了 起码都七十几八十年的历史 不过就是翻新过的 这一区大部分的屋都不是拆了 然后重建就是大翻修 只是小部分是没什么移动过 可能有些老人家住了在这里几十年 那些可能还是继续的 大部分都是翻新或者拆了起过 所以这间屋就卖了 卖唐价就二百万 轻松一点二百零五万 我就觉得 卖唐价可能会高了一点 因为同区 C4也有介绍过另外有两间 一间就拆了起过另外一间是大装修 我觉得会大装修过这间 有一间大装修过那间因为尺寸大了 它是有个双车房 就会叫得贵一点 不过它为什么它可以都叫这个价呢 因为它其实尺寸不是那么大 它 within C4,Lawrence Park South 它就是 within那间 即是这里有一两间是很高级的学校 Lawrence Park South就是因为它的学校 是比另外一个区域的另一间屋 这是一个原因 它的Lot Size 这一区都是很窄的 它只有25尺的尺寸 即是它的尺寸 它的尺寸是125尺寸 但它真的很窄 只有25尺寸 它就很接近Yong Street 走几步就到了 Yong Street 就是很多很旺的街 但是它这个部分 去到这里 就是很多小店 就是很方便 你买东西 买东西 买东西 银行 全部在Yong Street 就是你根本不用开车 那是很方便 所以有些人可能 或者是回到Downtown 他可能会去Yong Street 然后坐TTC 就是坐巴士 或者地铁上班 直接到Downtown 因为Yong Street 一条路直到Downtown 铁上班 铁上班 就少些 尤其是上班时间 有人会的 不过是堵得猪头 因为你这条Yong Street 如果你是直铁上班 都挺是 如果你是Rush Hour 除非你全部都堵 那你没办法 你都是铁上Yong Street 那 是的 那 那 就是 你说的Value 来说 见仁见智 我觉得200万这间 可能贵了一点 如果你说是中夜这一区 我觉得会有好点的选择 多谢大家 我是Eric